眼袋的年龄有大幅下滑的趋势 根据了台湾美容外科医学会的统计 50岁以上中老年人形成了眼袋 现在有许多年轻人 因为智慧型手机不离生 爱滑手机 用眼过度提早变成了眼袋一族 而来动手术的人下降到了30岁以下 占了三成五的比例 甚至呢还20几岁的年轻人 就已经来做去除眼袋的手术了 早夜滑玩夜滑就是要滑手机 不滑就觉得不对劲 年轻人就是这么爱滑手机 结果成了大眼袋一族 这位30岁左右的大眼妹 到眼科诊所就医 就是要动手术去除大眼袋 自己用手机的时间真的也比较长 那眼睛会比较疲劳干涩一些 年轻人坦诚 因为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时间很长 还经常熬夜盯着面板或者上网聊天 后来发现眼袋越来越大 才会来找医师 我们眼睛会往下看 那往下看的情况的话 会有一点压迫到我们眼睛周围的脂肪 让那个脂肪可能会更容易往前突出来 医师指出最近眼袋手术的个案明显增加 而且从统计当中发现 200例的眼袋手术当中 以往四五十岁才会来做去除 眼袋手术的患者 现在年龄却下降到三十岁以下 而且占了三成五的比例 甚至还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问诊 通常都大概三十岁以后才会有这种情况 那可是一般我们眼袋通常都是老年 大概五六十岁以后的 但是如果那但是有些年轻人 如果是用眼过度的话 有时候可能他提早到三十岁以后 年轻人提早成了眼袋族 医师提醒每次滑手机最好使用 三十分钟就需要让眼睛休息 一旦发现眼袋下垂 可以使用温毛巾热肤改善 不过最重要的是 不要过度使用智慧型手机或3C产品 更不要熬夜 介绍王嘉庆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